Oro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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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么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 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 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 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 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 眉毛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 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 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笛像 站在你身旁 台长 您当时说服我 加入云海卫视新媒体部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 自由自主地 去开发我们自己的 原创节目 这也是一开始 咱们就说好的 是 可是现在您让我拿台里 旧有的一档节目 进行包装 在我看来 只是把我们云海卫视 新媒体部 当成台里的 附属的服务单位 这样恐怕也会 打击大家的热情和信心 您看 您能不能说话顺数 让我们开发自己的 原创节目 小谷啊 可以说整个云海台 甚至于是 整个传统媒体的圈子里 没有人比我 更看好新媒体的发展 没有人比我 更希望制作出 适应于新媒体的原创性 可以说我本人在台里 是最支持新媒体原创的 差不多是唯一一个人吧 我们每一位资深的领导 对台里的整个的发展 都有自己的深思疏虑 坦白地说 有一些人 对你们这样一个 年轻的团队 能否独立制作出 节目还在怀疑 至于新媒体之路 那一律有更多的 所以说 在你们真正开始制作 原创节目之前 首先要得到大家对你们的肯定 台长 如果我们不做一件 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证明自己 那我们整个团队 就会集体失业吗 失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的青山绿水 如果在网络上播出 不成功的话 那我们的新媒体 不包括你我的训练装置 将一去不得回来 我明白了 那好吧 那我就敢下午的航班回去了 稍后青山绿水的团队 我也会跟你对接的 那我先走了 台长 这会是理想走样的开始 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看过太多无谓的纷争 去干扰创作 我见到您的时候 我认为 您是比于海伦董事长 更了不起的人物 如果在您的领导下 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搞制作 努力地去实现价值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这个行业不值得去过高期待 这样 那我现在就解答你这个问题 你知道春雨桥 第一次做制作人的时候 都经历过什么吗 那是电视圈 刚刚改革的初期 市场不如现在这么繁荣 它在M1的创作环境 远不如你现在这么独立和自由 M1最初把它分派到 三档传统节目当助理 那些节目的制作人 根本不作为 他就在这样没明没分的情况下 担起了节目所有的制作 他先后把节目模式变革提升 提高了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 在那之后他又放弃了 升至为高级制作人的机会 去主导了一档 收入垫底 即将被取消的弱势节目 他亲手将这一档 非常过时的音乐鉴赏节目 改版成了成功的音乐选秀 在那之后江湖上 才有了魔鬼鱼的名号啊 这些我都不知道 原来您这么了解他 我对业内的每一个人才 都是非常关注的 布小谷 你现在就站在淳于乔 第一次做制作人的起点上 但是你所拥有的东西 起码比他多呀 那我多拥有什么呢 好了 任务我不再交代一遍 香股不用征服 谢谢 最近怎么样 舅 挺好的 许家大少爷给你照顾得不错啊 我是真没想到 他能最后烙到这个粉红歌手里 太雷人了 你怎么 要组CP啊 你也不错啊 你还会说网络流行语了 看来星天转战新媒体 那是认真的 我这次从美国专程回来见你 就一件事找你签字 那天暴雨直播 你一手帮助星天直播APP的流量 冲上了天 我答应过 要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说话是算数的 后来因为一些变故耽误了时间 不过你在美国考察期间 我安排律师 把合同文件都给你寄过去了 说到了 我说了 海伦 丁远 暴雨直播的这个事呢 是个意外 我不敢鞠躬 而且现在我不是星天的人 拿这样的股份吧 确实不太合适 此时此刻呢 我是春泽传媒的高管 不避讳地说啊 我们现在 是竞争对手 讲究 虽然春泽和星天是搞娱乐的 但直播艺术严格来说 是属于智商产业 不在竞业禁止之内 我知道 所以我到星天 就更没有什么用了 娱乐产业呢 我是个专业人士 但是智商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 所以让我来入这个股 没有办法给星天加分的 就 星天的任何事由你加入 怎么可能不加分 我就直说了啊 星天直播呢 现在市值已经相当可观了 可外界都不知道 我姐押着投资方的资本 不让进入 就位等你 等你把这个字签了 一分钱也不用花 咱们共赢 这怎么 我们现在这点钱 在许天泽的爸爸那儿 都不叫钱了是吧 小远 今天呢其实都没有外人在 我想知道 你们一定要让我拿到这些股份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我想保持星天直播的独立 东海资本已经渗透到了 星天的各个宝外 除了星天直播 所以我刻意保留了 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持户 如果你的百分之十进来 其他的资本就不能控股了 到时候你和我 我们就能够保证 星天直播的未来发展 是真正掌握在 懂得文化娱乐产业的人的手上 而不能成为资本的工具 你不想让整个星天 都被掌握在 白城展手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 是这样的 东海和恒天这两家财团 相互厮杀也快十年了 现在一夜之间 两个人一起杀到了文化产业 我们啊 在这些大玩家眼里头 根本就不叫资源 也就是棋子 人家手动一动 咱们这儿就得变听 有一种说法 两家杀累了 有可能走向融合 是的 如果两家真的合并了 星天和春泽 就在一个体系里面 将来还有可能 一起争夺资源 许天泽多精啊 先把你抢到手了 春泽才立得住 可是星天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老东家 我就把话挑明了 万一有一天真干起来了 你不能只站在 许天泽那边 合并也只是一种可能 那还有什么可能啊 白总和许总 杀了这么多年 都快成商界演绎了 如果一旦谈崩了 只可能产生更大的竞争 要是那样 你希望我不要 只站在许家那边 来对付星天 就 不用 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为宇宙筹谋 不要彻底切开 跟星天的关系 董事长 孙总 其实今天我 要给你们教个点 说句大实话啊 你刚才的那些担心呢 跟我和许天泽 没有任何关系 春泽呢 是一个独立存在 从来没有过任何 恒天系的资本 这仅仅是我 和许天泽的个人创业 至今为止 我没见过许长野 以后我也不想见他 春泽和星天不一样 我们重视的不是资本 我们想做的事情 仅仅是想跟观众打交道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又被你说服了 姐 虽然目的没有达到 可毕竟你告诉我事实 我没有从美国白回来一趟 请 请 嗯 我迟到了 这次要让老许等我啊 我买了这个球场 这两天我都在这儿 这是小女 清清 问候许叔叔 许叔叔好 嗯 你们家天泽呢 就到 董事长 正要上去找您 正好啊 介绍一下 舅我就不跟你介绍了 这位是公司新任命的 首席总裁 陆潮 你的继任者 陆总 陈总在星天历史上 独一无二 我不好说是继任者 嗯 以后再聊 那我就不送你了 好 帮我送上舅 好 我解释理想主义者 我比较现实 许长野会让春泽独立啊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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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吗 可以 那你得有这个实力 相亲迟到 可不太好 算了 你老许管不住我儿子 圈里谁不知道啊 许少到了 白伯父好 还真是说到就到啊 你爸爸对你的行踪 了如指掌啊 怎么 又玩粉丝团去了 这天泽啊 最大的毛病就是贪玩 要不是因为贪玩 也不至于连个本科都没读完 你妈挺介意这一点 你怎么看啊 老许啊 这孩子的婚姻不是生意 好像不应该这么谈 我是不是太计较了 白伯父不理解我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我们男孩就是爱玩 谁叫白伯父没儿子呢 老许啊 那 Utah 大球吧 他们年轻人一组 我给你一组 好 你说我们这一劫亲家 算不算给中国商界省心呢 省心 未必吧 好球技 你用不着笑话我 我可是听说 白大小姐从四岁起 就跟着令尊出入球场了 打了这么多年球 还控制不住球杆 原因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没自信 像你这种 从小被强势的老爸 挑剔着长大 自信系统被拨坏了也正常 相信我 我理解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没天分 没天分没的智 就像你天生不是个男的 再怎么也没办法 你爸重男轻女圈子里都知道 这可不是我歧视你 这是谁 我前女友 前女友 你会把前女友的照片 当手机屏保 分手是分手了 可是我还喜欢她呀 相亲我是来了 给老爸当工具嘛 可感情还是我自己的事 怎么着 乖宝宝 你连感情都被你老爸买断了 还是说你根本就 没有过感情 是 这桩婚事 就这样被你搅黄了 不是正合您的心意吗 恒天的股东需要交代 这个锅我背 您心里 真的愿意就这么放过东海 跟白城展休战 真的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越长大 我越能确定这一点 我可不在乎 你是我的儿子 谁也改变不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春泽永远不会是您的 这才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白城展已经成功 进军娱乐业了 您现在想拿春泽去跟他竞争 哪有这么现成的事 这一仗您败给白城展了 好 认输吧 我忘不了您是我爹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 但是我也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来 久等了 林姐 先生总挺忙的吧 还行 说吧 约我出来什么事 挖人 挖人 行吗你 不愧是总编室的风格啊 林姐 我知道我这样特别不厚道 我是星天培养出来的 刚跳槽又回来挖人 可是我们实在是 等米下锅 我们那个团队刚刚成立 我真是顾不着什么了 我知道 你还真是老大的 嫡传弟子啊 不过我不能去 文姐 我们云海 虽然没有星天 条件那么的好 但是我们一定 跟这没关系 是我已经被挖了 下周我就要去春泽了 你要去投奔淳于总 淳于总 你在我面前 用得着这么见外吗 我就是去投靠你男朋友 他也真行 跟你都没说 不是 怎么了 其实 我知道 淳于总的挖人也很讲究 如今我们现场组的骨干 基本上都带出来了 其实星天离了 我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手底下的兄弟 谁不希望能够 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 除了我 你可以考虑他们 那您还有什么 可以推荐的人吗 如果说我手底下 心态最成熟的 杨哥还有阿飞 我走之后 杨哥留在星天 还有阿飞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 阿飞一人呢 是有点不太好相处 但是工作能力 肯定没问题 你自己考虑 我们最看重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最重要 如果阿飞哥愿意来的话 我们一定尽我们 最大的诚意欢迎他 那就说定了 你们等着收人 你和老大平时 从来不谈工作吧 其实这样挺好的 工作和感情 最好别放在一起 不然的话特别麻烦 我身边有好多对 都是这么掰的 再说你们俩现在 都自立门户 也算是竞争对手啊 他 老大呢 做事原则性特别强 跟他最好是公是公 四十四 当一条青 泊入海底 一个人 百年孤寂 在孤独的 岁月里 画着孤独的 岛屿 最后的温柔 给你 等 一条 静落 如海底 一个人 留在过去 饭 漫长的岁月里 雨 雪落满旧衣 南极的北极 寻找你的清晰 我从来没有 爱 爱 我在星天总监事的时候 团队太大 事情太多 我可能只能记住原中的代号 但是人名也记不住 这么晚了开会还让您等我 你看 真是抱歉啊 陆总 淳总 又见面了 你们两家都在跟我谈合作 所以我就把你们都约来了 不会介意吧 把姓郑对手约在一块儿开会 这是沈总的喜好啊 来 大家 快 坐 你们两家的节目策划案 我都看了 一个是素人音乐大战 一个是大牌音乐脱口秀 太精彩了 哎呦 难以取舍呀 如果爱飞要是有幸 能够绑定两个大型节目 以取得连续的优势 那真的是太好了 你看我们这个冬季上线的 棚内音乐类节目 到了夏天要接党 我需要一档最好的户外真人秀 星天的《魅力远航二》 铁定是明年最热的真人秀 但是 咱们把话说回来啊 《魅力远航二》原本 是淳总的创意 所以说从这点上看 我觉得淳总明年的作品 铁定也不会让人失望 那淳总的意思是说 要两单生意一起谈 真不是我的意思 爱飞的意思 爱飞的胃口不小啊 好 怎么样 八卦有结果了 老白和老许 败了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看来业内要开战了 还真是 一百二十度大转弯 一百二十度大转弯 我可以把《魅力远航二》 卖给爱飞 网络独家播出 赢来 一百二十度大转弯 刘总 一百一十度大转弯 至少 我嫩 有什么 找我 想怎么还 拿淳總開發的魅力遠航二 來打淳總 這下手有點太狠了吧 淳總在星天的時代 我沒趕上 所以我也不必講什麼交情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為重 現在魅力遠航二的 知識產權在星天 我有權利這麼做 對嗎 淳總 那淳澤怎麼說 艾菲是商業平台 選擇一個項目 難道不是看項目 本身的優劣嗎 難道還有其他的原因 當然不是了 我肯定不會因為 明天夏天的計劃 而擾亂今年冬季的計劃 但是你們兩家的策劃案 實在是太好了 太精彩了 我難分高下 那就分出高下呀 分 我提議 春澤和星天呢 就今年冬天的節目 先做一個先導預告片 同時在愛菲網上上線 你們網絡平台最相信的 這不就是網絡數據嗎 那麼我們就用數據來決定 事情就簡單了 春澤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星天呢 好 那就開戰 我去 概念偏 偏數據 不是 憑什麼呀 怎麼了 怕偏數據呀 我當然不是怕了 咱們就是靠數據分析起家的 不過咱們都跟愛菲談好了 怎麼又臨時加碼呀 你怎麼會這樣 磨鬼余大大 我知道你厲害 但是咱們也不能老挑戰自我極限呢 你爸跟白城產談白了 被這事過激了 星天已經下狠手了 不能不應戰 準備全員加班吧 這次是臨時情況 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那你去哪兒 我還沒說完呢 我連續幾天的工作 又被沈辰拖回去開業會 现在我下班了 你总得让我过点私人生活吧 私生活 那可不能耽误了 回头我再跟凯游幸子吹声牛 他们老大到我手里 也有私生活了 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用不用我告诉你地址啊 我去吧 淳于 淳于师兄 你好 那个 我 我是穆娜 小谷的同学 朋友 闺蜜 同事 您 您请进吧 不用换鞋 随 随意就好 那个 您请坐吧 师兄喝水吗 我去给你倒水 你跟小谷合住吗 不是的 他一个人住 我 她今天喝醉了我才过来了 喝醉了 她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瓶酒 然后之前也喝得少 这喝了两杯就喝倒下了 她经常喝酒吗 不经常 就是在这种时候吧 这 这种时候 什么是这种时候 失恋的时候 失恋的时候 师兄是来看小谷的 对吧 那师兄 今天能帮忙照顾一下小谷吗 他就在里边躺着 不是 我那个家里边其实还有事 明天还要上班 两边忙不过来 要师兄能帮忙的话 我就先解放了 谢谢师兄 那个 小谷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 那个 不过他夜里可能会要水喝 如果他哭啊闹啊 他就是在做梦 你不用担心 不管他是叫我的名字呢 还是叫你的名字 你只用上去轻轻地 抱抱他就行了 我知道的不多 我就是个普通的闺蜜 对了 他最近好像经常做同一个梦 说是在什么聚会上喝多了 然后被人蒙着眼睛什么的 反正做完这个梦 他就容易激动 这一激动啊 头就容易磕在旁边那个架子上 您帮忙多看着他点 那行 我走了啊 谢谢师兄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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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顾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李宗盛 来 喂 露露 小吴老板 这么早啊 你是往我床头留了一张 叫龙子文 这个人的名片吗 龙子文是谁啊 那是谁留的呀 可能是 淳于师兄吧 谁 淳于乔啊 他去看你了 你不知道吗 昨 昨天晚上 我 我喝醉的时候是吗 不是 他来干嘛呀 不是我靠你还先走的呀 你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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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思夜想多少年了 怎么办呀 你这净着我帮我当忙吧 谁不想在自己心爱的男人身边 这个一个完美性感的这么一个形象 出现在他面前 你 你这不是 你这个完美性感的这么一个形象 帮我帮我帮你 小谷 躲什麼 什麼情況啊 你們昨天真的什麼都沒發生啊 我跟你說啊 我看他那個樣子 以我談戀愛的經驗 他百分之一萬動心了 咱們懂得要快點 盡早讓青山律史上線 好做咱們的原創節目 我覺得他本人真的挺帥的 你競爭對手肯定超級多 艾芬王的沈總 雖然給了咱們一點時間 但咱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因為他不會給咱們太久的 所以咱們一定要把咱們的湊涵 做到極致拿給他看 所以你們一夜獨處都沒事 咱們都真碰上柳夏慧了 今明兩天的工作 柳夏慧怎麼了 柳夏慧怎麼不好了 你想啊 柳夏慧跟他抱了一夜 什麼都沒發生的那個女人 是什麼關係 什麼什麼關係啊 沒有關係啊 他要是抱著自己老婆 他能這麼見外嗎 見外怎麼了 不見外應該怎麼樣啊 抓重點好嗎 布小谷 在淳于師兄心裡 你跟他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 咱們 你最擔心的不就是這個嗎 咱們不是已經分析好了嗎 就那派對上他捂著我的眼睛 拉著我的手 給我蹭來蹭去的 不就已經定了嗎 我我我就是在想啊 我們是不是一吻定情看多了 定了吧 定了 定了 絕對定了 定了吧 定了 小谷早 小谷早 同事們 一分鐘後開策劃會 這就是我們總監布小谷 估計他剛才沒有看見您 等一下我再隆重地介紹一下您 沒事 沒換衣服啊 沒換衣服啊 幹正事吧 許大總裁 這腿怎麼了 各位 昨晚沒睡好 接下來我要宣布兩個 關乎於公司命運的消息 第一個消息 是我們的一號節目 《花與火之戰》 已經確定了 在愛妃網獨家投放 但是 不要高興得太早 第二個消息來了 我們現在面臨了一個 非常強大的競爭對手 這個對手 就是星天 在第一期節目播出之前 我們要先做出一個 仙導概念片 這個概念片的時常 是正式節目的一半 我們要在這個概念片裡 全面展示出我們節目的 模式和精華 同時 星天也會做出一個 同樣的概念片 出來跟我們PK 在一個月之內 我們要試播 因為概念片 不能透露節目內容 所以 我們要從零開始策劃 主事吧 主事 主事 戰勝星天 全員有獎 贏 老闆來追 先別高興啊 要是連星天這種 上個時代的公司 都幹不過 你們每個人都給我 發朋友圈 承認自己江湖人災 不可能的 老闆我們不可能輸的 老闆 老闆 如果打贏了講什麼 能不能集體去旅遊 不可能 別管他 打贏了我批架 幹活幹活幹活 你嚇死我了 雷導是雲海衛視 青山綠水節目的導演 雷老師 雷導在台裡是老前輩了 做青山綠水已經三年了 這次特意飛到上海來 跟我們新媒體部對接 傳授經驗 大家歡迎 雷導您好 我是 我知道你 布小谷總監 這原來在台裡 有總監這個頭銜 那最起碼也得工作了 十五年到二十年 可現在您看看啊 歡迎雷導遠道而來 與我們一起工作 青山綠水網絡版 是我們新媒體部的 第一項工作 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吧 我們的計劃是在 原節目的品牌下 進行全面改版 製作一期 網絡視播節目 如果獲得市場的認可 我們將會把新版流程 交給青山綠水源節目組 將陸續製作下去 台長請您過來 就是為了配合我們的工作 把這個節目做好 我 我配合你們 不是不是不是 是大家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 可是你們這幫孩子 都做過什麼節目呀 雷導 嗯 我們布總先 跟過十二歌王和魅力遠航 我也有過一些 和文思默老師合作的經驗 這次是第一次自己操刀 製作談話類節目 我會努力的 我來講一下咱們這個節目 那給我一個半月時間吧 什麼 怎麼了 青山綠水這個節目 一直是這麼做的 一個半月之內完成策劃 一個導演帶十個人 這一次呢 我沒帶自己人 就用你們的 可是你們的人呢 也缺少經驗 給我配十五個人吧 雷導 一個半月 是不是時間 稍微久了點 這已經是很快的了 可是青山綠水 是周播節目 也就相當於 一個月要播四期 那您的製作周期 其實是一期一個半月 怎麼跟得上呢 所以我說了 你們這半孩子 沒有經驗吧 這個節目呀 有六個導演 大家是輪流做的 六個 那就相當於六十個人的團隊 就做這麼一個小節目 誰到來天安排 誰留下心 住在 噢 越親密越傷害 過程或好或壞 回憶不曾留白 對未來的慷慨 先給出我的現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到过来